最新娱乐资讯,风起长林渐进式打开画面,人物肖像丰满,各自脸谱清晰,在全剧众生像里,寻白水形象尤为复杂,他不可以用非黑即白的战队方式来划分,他属于一个异类,但又是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代表,寻白水标签颇多,内阁首辅,皇后兄长,进军大统领叔父,位高权重且底牌丰厚, 这些足以让满朝文武趋之若鹜,如此麾下必可轻易笼络人心,跟随其后者不在少数,大同府沉船一岸,行白水不动声色,看着堂堂中书令宋福,遭受牢狱处置,如若论罪,他不仅包庇还有同盟之嫌,如若及早遏制,甘州一战不至死伤将士如此之多,然对长林府的疾恨之心, 使他对宋福延误不及一事视而不见,最终酿成惨剧,而在生死存亡之间,首辅大人完全掌握生存法则,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,官场如战场,但就每天朝中一事也算是高手过招,立场不同,正见相左,他们在大殿之上的唇枪舌剑, 丝毫不亚于沙场上的刀光剑影,行白水与老王爷多年振见不合,但他深知国有宁日,需要让长林军骁勇善战,而功高盖主的大忌,他也最清楚,行白水可谓把玄谋之志,用到炉火纯青,在对待长林府问题上,他既不想让其全军覆没,也不想其永无败计, 他希望的是手中掌握着一个杠杆,来至恒长林府,自己最好可以有任有余道尽可攻,退可守,其实,每个人都有着两面性,甚至多面性,这一点,行白水甚至是个镜子,经成为一仪式,他可谓担当之王,不扯皮推尾,不逃脱退缩,而是一把担起内阁首辅之责,即使联合长林府,下令封城, 以免造成疫情扩张,一番慷慨陈词,把惊慌散乱的京城百姓安抚得妥妥淡当,大难当前,临危不惧,大梁有此心系子民的内层高官,国之大姓,然,这样的评价还为时过早,人的复杂在于许多时候,大事大妃面前完全清醒,而涉及及的利益时,才能真正召见内心的狭隘偏思与宽广坦荡, 京城威易事发,秦白水完全知道自己的皇后妹妹做了什么,更知道李固受制于皇后,才导致封锁消息,这时他选择的是先哄骗李固,供出蒲阳英可保性命,事后再杀人灭口。 这种既遮人耳目又天衣无缝的方式,似乎很圆满,一面稳住了京城百姓,一面保全了身公皇后,另外这种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的方式也把自己伪装得道貌黯然,确切地说,那不是伪装,那就是一个真实的寻百水。 其实,秦白水为宝大梁江山不至旁落,或极力巩固太子威望,以免日后受制常灵府,想法并未有错,只不过在切身利益得失上,他选择的天平多了亲情的法马, 但最终他是怕与皇后之间,一容俱容,一损俱损呢,还是仅仅迷失了方向,只有剧情来完善了,但有一点已注定寻百水走,上的是一条不归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